退休老人乖乖掏出真金白银买健康 疾病在身不由地对保健食品感兴趣 追求健康快乐 但他背后却是套处处 健康诱惑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现在吃这样的鼠眉口食特别好 睡眠也好了 精神也有了 我在服用这个鼠眉口食之前 我是严重的高危病人 来去三年 我吃了两个月以后 我现在高压是120 低压80 我的心率非常正常 而且心脏这儿老疼痛 尤其吃了鼠眉口食以后 这儿完全是没有了 完全是跑了 这是四川八中警方 在一家保健品店内 搜到的视频资料 眼前这些东西的包装 看起来平淡无奇 但却惹得很多本地的老人 一致前进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刚刚我们看到的是 几则保健品的宣传广告 在我们以往的节目中 故弄玄虚 鼓吹 逆方包纸百病 蒙骗消费者的并不陌生 四川的八中市 仍然有百余位退休老人 倾向了所谓的保健品的疗效 上当受骗 被骗的金额还不小 2019年3月 八中市南江县公安局 接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一条线索 县城一家名为 全建的保健品店 涉嫌诈骗 众多老年人受骗 南江县公安局 治安大队成立专案组 秘密磨牌 这里是南江县一个菜市场 一大早人就不少 警察调查的这家店 并不在繁华的闹市里 而是在市场旁边 一栋冷清的小楼里 这边这个位置 它是地处的一个南江 那个红丝门菜厂的上面 那个山楼 它这个地方相当于说 比较阴密 它是个区密楼 所以说一般很少 自发的人是很少走那里面来的 一般都是早上 早上多少 在买菜 菜买到然后就上面 在上面来听过 然后领礼品 然后再进行泡酒 店铺没有任何招牌 却有很多老年人进进出出 根据侦察员观察 当天来到这里的 应该有不下十位老人 无论是单独行动 还是结伴而行的 无一例外 老人们一进门 卷帘门就被关上 这样的营业模式 和周围的商铺相比 显得非常神秘 侦察员乔装大半 试图进入室内调查 却遭到了拒绝 但隔着门 能隐约听到里面 有讲课的声音 人家精力相当高 他说你来装饰的 然后他说我们也是 他们来卖产品的嘛 然后进去之后 人家就刻都不得讲 你进去刷你的 他就不得阻止讲课 警察所说的讲课 就是商家售卖商品时的 一种话语方式 在警察蹲守期间 外面一有动静 室内的讲课就停止了 随之就是里面老人聊天的声音了 在多次试探之后 侦察员找了一名老人 配合工作进入了室内 这位老人 带着隐形拍摄器材进入室内 让人诧异的是 房间内空空荡荡 没有发现任何保健品的实体样本 也没有授客上客的迹象 偌大的房间 只有几个老人 威龙在一起聊天 侦察员了解到 这家名叫全建养生堂的店铺 老板名叫李强 他的店铺有四五个店员 这些人确实偶尔兜售一些保健产品 至于他们在房间内上课的内容 是些所谓保健品的 明目功能的介绍 你要看他那么讲 如果他将来拍的保健品 他就支持保健功能 或者是价钱差距不上大 那这个就是一个震荡率 将口的这个过程 可以治疗高血压 心肌根椎 就一斤完全就是当成药品了 商家对外房的厉害 进去的老人们 似乎也并不买侦察员的账 持续几天的摸牌 案件并没有进展 侦察员多日敦售 很多老人每天都会 按时按点来这里聚会 店员除了给老人 安排一些打牌 聊天 洗脚等娱乐活动 还时不时地提供一些小恩小会 这些老年人大多数在 不认为这个是受骗了 他就每天他都是在那儿 就是跟店长服务员打交道 店长服务员 给你免费洗脚 孩子都是亲自给你投 然后对你喜怀无断 患者现身讲功效 集聚有魄力 价格昂贵的保健品 健康诱惑 健康诱惑 《金说法》正在播出 按常理 老人们多数非常节俭 要从他们兜里掏钱并非一事 以李强为首的八中全店公司 究竟耍了什么花招 能让老人们不惜重金购买呢 管大妈南疆本地人 他和老伴都是退休工人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 在朋友介绍下 他们经常光顾那家所谓的保健品店 开始只是和店里的老人们聊天打牌 时间久了 店员就开始向他们推销产品 店员介绍说 这家公司的门市共有三家 做保健品生意也有十来年了 店里有口服液 牛股粉 螺旋枣 奶粉 虫草粉 等好几十种产品 夫妻俩确实有高血压和头痛的困扰 但他们对于这些保健品开始并不感兴趣 直到店员给他们上了课 并且他们看到了这样的广告片 在广告片中 有患者现场叫好 有专家胜赞保健品的功效 看着看着 管大妈乐两口就被打动了 这家店的消费主体就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 而这个群体中 像管大妈这样退休金高高的 手里有钱又有钱花的 便成了他们的重点服务对象 对老年人处心积虑的一番操作 自然是有成效的 像管大妈一样 相信这些保健品功效的老人不在少数 这位是卫大爷 几个月前 他在早市买菜的时候 正巧赶上了这家店的周年庆活动 对于保健品没有任何兴趣的 卫大爷在店员的游说之下 不知不觉拿到了很多的免费礼物 穿的帽子 围巾 手套 衣服 孩子 襪子也都有 其他的送的都 牙膏 牙刷 肥皂 香皂 最后什么米 面 油 锅 背 格 都送的 介绍一些保健知识 店员通过打电话发传单 送小礼物等吸引了大爷大妈进店 聊天中店长或者店员 会对在场的大妈大爷的身体状况 病情做一个详细的掌握 店员按照大爷大妈病情分类进行整理 决定请讲师授课 或者播放什么样的视频资料 你有什么病 他们就有什么药 推荐产品他讲是 他是给他这个订货量 这个是有挂对的 你订货订货量多了 那么就肯定他就提升去干 比如买下情素 就短命去下情素 那么研发出来的 有啥成分 有啥功能 对哪方面的级别有辅助作用 讲来大家觉得 拿到礼物之后 魏大爷不好推脱 也就进了演讲的现场 这就是魏大爷被邀请听讲课的现场 台上讲师滔滔不绝 很多消费者现场说法 这些似乎句句说到了魏大爷的心坎里 他这一做就是一个多小时 他主要说的功效就是看义 需要那方面的功效 他就跟你说我那方面的功效 比如说我有高血压 那我这个东西就可以治疗高血压 比如说你说你有糖尿病 那我这个东西就可以治疗糖尿病 再比如说你有心肌跟水 我们这个对心肌跟水也有作用 低密度脂蛋白是比较高的 低密度脂蛋白高 你就要血流速度很慢 电源一般会不间断地组织 各种大型的讲课活动 给老人们灌输关于健康的专业知识 在取得老人的信任之后 然后再根据老人的订单 在厂家或者代理商处组织货源 这家店对老人们好 当然是有目的的 他们卖给老年人的东西 一点都不便宜 这些保险品都是很低点的 然后卖给这些人都是 全部都是高额汇报 就是几倍十几倍 管大妈前前后后花了近四万元 买了三种产品 到头来却没有任何的疗像 吃了不巧不啥起初无用 外面一些效果 有的人是整得全家当成 有的人都几十万了 我看有些脑腿破了 脑腿也 侦察员搜集了多种保健品 追踪溯源 专程飞往天津进行调查 它的保健品的总有有二十几种 但是我们在北京或者天津那边去调查的时候 最主要的就是两种 它因为它买得比较好 而且它宣传的效果也是非常大的 这次老人们买得比较多的一款叫做 福美K10维生素C-Q-L 生产品为天津市菌海区 你看这个成分是福美维生素 这一趟香菌 瓶子上明确表明保健功能是增强免疫力 一瓶的成本也就只有几十块钱 他们引导老人看完片子 好成这个能够治疗心脏病高血压 买这个一瓶的价格就上千元 在天津 警察了解到 全建公司所售卖的保健品 进货单位根本就不是药类生产厂家 而是一家保健食品的生产企业 他们所批发的这些保健品 不属于药品 但这些食品类别的保健品 被全建公司的人批发回四川之后 摇身一变 身价倍增 就成了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它的价格确实太低了 以后只有五十块钱 因为它属于食品的 食品的价格就别低 它仅值是几六十块钱 后来就是买的是两千多 它透过另外一种虚假的信息 传递给老百姓 就是老年人的思想里面就接受了 我这个是可以食病的 老年人觉得我吃了这个油 就是包治百病这种情况 半个月后 专案组通过多方调查取证 认定李强等人涉嫌诈骗罪 办案警察从财务的身上 搜到了一个U盘 U盘中存有大量的引诱老年人 购买保健品欲望的宣传广告 它U盘里面就涉及到人员就很多 就涉及到里面 主要里面的食品 受害人 以及它的印第情况 以及在今年在那里 购买的那些产品 相同那里 主要对它的区域就是在那个八中 八中有两家店 南疆有一家店 平昌有一家店 同江有一家店 当时逮捕了八个 有的是在北京抓住的 有的是在那个江苏抓住的 南疆县官局组织了数十名警力 辗转北京 千津 成都等地 捣毁了诈骗窝点六个 抓获犯罪嫌疑人十九人 扣押各类所谓保健食品两百项 八中是全体生活进行公司 你查公司的上台 公司的经营当中 有些违法的 李强三十九岁 从事保健品销售行业 已经有十年之久 在这个案件中 轻信他以及他的团队 在店铺消费的老年人 有五百余人 涉案金额达一千万余元 可能从2000年 2007年就开始 就在达出比例 就涉及到做产品了 专门做这方面保健品 推销来 还在熟悉人家里 然后他又创了一些方式 然后可能就是 想到通过这种方式 来签来来的快一些 宋某交代 这些广告中的所谓患者 都是他们聘请的专业演员 当他们放完了这些广告片后 一般会趁热打铁 告诉现场的老人 这些药品属于内部调剂的稀缺产品 而这也是老人们 在看完了广告之后 对外面的生人 讳莫如深的原因 送礼物 作家房 关注的是你的钱袋子 虚假宣传 虚假宣传 夸大功效 保健品当成了药品爱 不惜重金的背后 是什么让老人们 心甘情愿地掏钱呢 保健视频广告 不得包含虚假的内容 健康诱惑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李强公司玩的数字游戏 看似老人们得利 实则是李强赚大钱 被病痛折磨的老人们 拿到产品后还甘之如頤 直到时间 验证 给出真相 2020年底 八中市南江县人民法院 审理了此案 在法庭上 双方一直辩论的焦点是 全建公司是否夸大了 宣传保健品的治疗功效 致使百余名老年人 不明真相上当受骗 我们说的店呢 都有晚上的时候服务 顾客都买的产品 会随时退化化 我们店里还有常规的 旗派女友等服务 不知道这都是诈骗所具有的吗 这个对诈骗最异的三点 一回消息 经营保健的门间 我们南角不低于舒适角 八中不低于边角 经营保健的门间 为什么我们是犯罪 公诉方认为 李强及员工 在销售过程中 诱骗老人消费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诈骗罪 而李强的辩护人则认为 他们的销售方式 是行业内的普遍存在的模式 这并不构成犯罪 人的行为 构成诈骗罪 第一个 紧张地选择了 这个诈骗罪项 然而由于规避监察 三 不在门间 摆放相应时候 卖给宝典品 食品带 目的也只是为了 规避监察 就把他们夸大 要消费的情况 十个就是在降口的时候 以犹判的方式 进行降口 那么随时可以 插罢驱处 驱处 那么从而会寻求 多病相关职人物的监察 天价保健品的案例 是老生常谈了 可仍有一波波的老年人 前赴后继 这个案件中 所谓的销售方 乍看起来 有相对完善的销售模式 有公司框架 那么他们对于老年人的销售行为 究竟算不算诈骗呢 我们来听一听 中国政法大学 孙颖教授的看法 食品安全法 和食品安全法的实施条例 包括保健食品广告 不得包含虚假的内容 不能够做涉及疾病的预防 和治疗的功能 禁止采用会议 讲座健康咨询 这样的一些形式 对食品以及保健食品 做虚假宣传 这些犯罪嫌疑人 他花钱雇用一些演员 来扮演专家 进行讲座洗脑 采用了身份的虚构 和事实的虚构 他们是把这些 有一定消费能力的老年人 选择锁定 他们作为自己的目标 从他们的身上来获取钱财 那我们就可以基本上做出一个判断 就是说该案里边的 这个犯罪嫌疑人的这些行为 它构成了欺诈 现在这个老年人呢 就很容易上到受骗 一个是呢 因为他们独居在家 有情感上的这种 陪伴的需求和慰藉的需要 另外呢 老年人呢 普遍保健意识也比较强 需要呢 这个愿意在保健品上 多花一点钱 另外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老年人认知能力有下降 在这种一对一的 这种面对面的销售的过程当中呢 很容易相信对方说的所有的话 在法庭上 几名被告人最终也表示了回罪 在我过去的几名活动当中嘛 问题是有的 错误是存在的 就是说这次 也是我产生的教训 这是我对法律知识的一个缺乏 我愿意认罪人法 清秋的大官 还有人民肺证员 还有监察官 还有冲警 对我重新处理 我承认我自觉错误 我愿意接受法律的审判 我愿意认准认罚 我认准认罚 也恳请 恳请审判网 还有公导 对我根据我的家庭条件 对我予以从清和的宠宽处理 2020年12月 南江县人民法院 做出了一审判决 被告人李强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并处罚金人民币五万元 被告人宋某张某 犯诈骗罪 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 分别处罚金三万元两万元 李某等八名被告人 判处有期徒刑一年九个月 或缓刑八个月 处罚金五千三千元不等 被告人李强 不服判决提起上诉 2021年3月 八中市中级人民法院 驳回了上诉 维持原判 这些年来社会上的神医们 始终不缺市场 手段称不上高明 套路也并不新鲜 被蒙骗的人却仍不在少数 在这里我们也要提醒一下 做儿女 要抽时间多关心老人 多与老人沟通 相信科学 手术钱袋子 安详吧 好 感谢收看今天的剧课 也欢迎您继续关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公社通道的其他节目 再见